韩国被信息一拆除场馆,国际奥委会怒了,都像你,以后谁还办奥运会,深奥运冷,正在逐渐成为现实,当2024夏季奥运会,只有巴黎和洛杉矶两个申办城市时,国际奥委会决定两座城市全部中标,无需再次竞争,分别举办2024和2028夏季奥运会, 由于承办奥运会所花费的资金巨大,加之新建的奥运场馆,在奥运会结束后,部分被限制,这些都成为了不少国家深奥的担忧之处,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场馆,鸟巢,在十年之后,仍然承办各种体育赛事和商业演出,但2016里约奥运会的场馆,马拉卡纳体育场,却打草丛生,座椅甚至被偷了10%, 为此,国际奥委会一概建议,奥运场馆要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建设,希望主办国可以留下丰富的奥运遗产。 一年多前,韩国平昌冬奥组委的发言人程百柔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信誓旦旦承诺,根据国际奥委会的建议,平昌冬奥会的所有场馆,在冬奥会之后,都将得得到继续利用。 一年多后,韩国多家媒体确认,平昌冬奥会的开闭幕式场馆,将在奥运会结束后,立即拆除。 这座历史一年多建成的体育场,拥有3.5万个座椅,平昌当地人口不过4.5万人,耗资超过千亿韩元,折合人民币超过8亿。 于去年11月刚刚建成,由于该场馆在奥运期间不承办任何赛事,这也意味着这座体育,常在举办了一场演唱会,承办冬奥会开闭幕式。 冬参奥会开闭幕式合机使用5次之后,就将被彻底拆除,不得不佩服韩国的大戏,聚资建成的场馆,使用期4个月,使用次数5次。 当然,平昌奥组委的这一决定,也让国际奥委会陷入了被动,面对深奥城市的减少,国际奥委会一再强调奥运场馆的可持续发展。 如今,韩国却彻底违背了,此前对国际奥委会的承诺,有网友感叹,这真是一个坏榜样,看了平昌奥组委的做法,谁还敢承办奥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